在网络上,尤其在国内的网络上 一直都充斥着很多关于狗肉该不该吃的话题 基本范围两派,针锋相对 一派是你不准吃,另一派是我就要吃 各有各的道理,谁也降服不了谁 其实哪一派更有道理,从这两派的诉求就能看得出来 一派是我就要吃,管的是自身的事 另一派是你不能吃,管的是别人的事 所以我觉得宣扬不能吃狗肉的这一派人 从己所不欲,勿势于人这一点基本的道理上 就失去了正当性 因为谁都不会希望别人把他的处事方法或者想法强加在你身上 你认为不能吃狗肉,对,你自己不吃就行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没人会强迫你去吃 他认为狗肉能吃,也对 相互尊重,也别去指责他,让他别吃狗肉 因为能不能吃狗肉,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没有对和错 别强迫别人吃,或者强迫别人不吃就行 肯定会有人说,虽然吃狗肉不犯法 但是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啊,吃狗肉不道德 那么我想问,为什么吃狗肉就不道德了? 一般能得到的回答都是 一,狗狗很可爱,所以不能吃 二,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怎么可以吃 三,狗狗很聪明,通人性,怎么能吃它呢 四,狗狗都是被人偷了,才拿去吃的,所以不能吃 五,狗只是宠物,不是养殖业的动物 狗是我儿子,反正就是不能吃 吃狗肉的人都是没有爱心的 我觉得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狗狗很可爱,所以不能吃 意思是,可爱的动物就不能吃吗? 我就先当这个论点是对的 那么如果有人觉得狗狗不可爱 那他吃狗肉是不是就没问题 你觉得可爱,可以不吃 别人觉得不可爱,别人吃,井水不犯河水 换位想一下,如果我觉得猪猪很可爱 比狗狗还可爱 那我就天天跟你说别吃猪肉了 不准吃猪肉 你会不会觉得我神经病 第二,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怎么可以吃 这个其实和第一点的毛病是一样的 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你认为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没错 我也认为狗是人类训养最成功的动物 也和主人会产生很深厚的感情 但是为什么就不能说牛、羊、猪 这些动物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你养过狗 就说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其实不对 它只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肯定不忍心吃它 但是如果我是养牛的 我觉得牛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或者我信仰印度教 全世界的人都不准吃牛肉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傻逼 第三 狗狗很聪明 通人性 怎么能吃它 说这种话的人 肯定是没养过牛、养过马 说到通人性 养过牛的农村人都知道 牛不一定比狗差 狗如果没有人类依靠 在野外基本上很难生存 牛如果不依靠人类 也能在野外活得很好 因为它只要吃草就行了 但是牛还是无缘无悔的帮人类更甜 吃的是草 产的是奶 不用你帮它洗澡 不吃贫苦家庭的一碗饭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得支撑起一个贫苦的人类家庭 你觉得谁看起来更高尚一些 牛知道自己要被杀了 还可能会下跪 眼泪汪汪的 农村人一般会觉得牛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那么我问 为什么牛肉就可以吃 你觉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你不吃狗肉没毛病 但是有的人眼中的狗肉和你眼中的牛肉没什么区别 所以别人吃狗肉你说不行 但是你吃牛肉时 有人要求过你不准吃吗 第四 狗都是被人偷了才拿去吃的 所以不能吃 这个毛病比较少 偷别人的狗拿去吃 这个就是道德和法律问题了 应该谴责 禁止和打击 但是应该禁止的是偷狗这种行为 而不是吃狗的这种行为 你不能说有的狗是偷来的 就不准别人吃自己养的或者正常渠道购买的狗肉 除非你能证明全世界被吃下肚的狗肉全是偷来的 无一例外 就说猪牛羊肉 也可能存在是偷来的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这样 就不准全世界的人吃猪牛羊肉 第五 狗只是宠物 不是经济养殖的动物 吃狗肉的没爱情 那么谁说养狗就一定要当宠物养呢 养鸡养猪就不能当宠物养呢 如果人家不把自己养的狗当宠物 那是不是就能吃了 吃狗肉的没爱心 那为什么吃猪肉吃牛肉就不是没爱心呢 难不成对狗的怜悯才叫爱心 别的动物都不配得的怜悯 你有买过吃的送给街上的乞丐吗 你有把你给狗的爱心给过你同类吗 如果你回答有 那说明你是好人 但即使这样 你也没有权利说吃过狗肉的人没有爱心 爱心应该是对所有生灵的 你没吃过狗肉 但是吃过鸡肉猪肉 你以为你和吃狗肉的人有任何区别吗 最后可能还是会有人说 up主冷血 没爱心 强词夺理 反正会吃狗肉的人都是禽兽 我就说说我自己 我吃过狗肉 小时候的事 但是我自认为我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更有爱心 我不会比任何爱狗人士 爱猫人士 对猫狗喜爱的更少 但我的爱心不止对猫猫狗狗 而是对几乎所有的动植物 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打鸟 我会故意先打 故意打不中 让鸟飞走 免得被小伙伴们打死 曾经为了解救一只被破网缠住的螃蟹 被它夹住手指 我忍痛半个小时也舍不得折断它的钳子 最后一只小昆虫爬到它的眼睛上 它才松开钳子跑掉 上学路上看到水坑里有一只蜜蜂 我居然急得忘了蜜蜂会遮人 用手指去捞它出来 然后被它遮了手指 比如说小动物 就是花草树木 我折断它了 心里都会有点愧疚 我觉得人类对动物有爱心很正常 但是人类也是食物链的最顶端 吃别的动物也是天性和自然规律 只要不是宾威动物 或者会给人类带来健康危害的动物 你自己不去吃它 OK 但是别人要吃 你也没权利和道义去要求别人不吃 你要求别人不吃狗肉 就和素食主义者要求所有人都不能吃肉一样 那么你愿意不吃肉吗 所以 要求别人不准吃狗肉的爱狗人士 不是都真的有爱心 更多的只是天真的觉得自己站在道义 人性的至高点 俯视着云云众生 其实只是自私 以自我为中心 伪善而已 那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吃猫肉呢 不是因为猫比狗更可爱 更通人性 而是因为猫没什么肉 猫肉也不好吃而已 不然的话 谁又规定猫肉不能吃呢 当然 我说这些也不是鼓励和提倡大家去吃狗肉 毕竟现在生活好了 也没必要去专门吃狗肉来的甜肚子 不像以前 人都没东西吃 吃狗肉在大家看来都太正常不过了 就不会成为话题 我只是想为猫狗以外的动物名不平 比如鸡 牛 鸭 无私地为人类服务 下蛋给你吃 铲毛给你穿 铲奶给你喝 给你甘甜 自己吃草 吃虫子 不像猫狗那样 要你哄着 就因为他们只会猫猫奉献 猫猫为人类付出 不用人类哄着 不用跟人类一起睡觉 不会时不时跳你腿上撒娇 不会时不时甜甜你 除了为人类付出 什么都不会 所以你觉得吃他们天经地义 吃狗肉就万恶不赦 这就有点像 你天天和朋友一起 玩得很开心 你认为朋友是最好的 别人不能欺负他 但是在别的地方 为你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的伙伴 你却认为欺负他们 剥削他们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 当你吃着炸鸡 撸着羊肉串 啃着牛排 同时要求别人不准吃狗热时 你扪心自问一下 你真的是爱心 善良 人生的带样人吗 OK 感谢观看 分享观众加留言 轻松和上一百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